前面有一個報紙 顯示人的時間點是2020年的4月 這個之前跟之後都有這個狀況 有員工呢 可以在裡面喝酒 議員諮詢拿出吹哨者爆料照片 一名男性工作人員拿著杯子倒啤酒 地點居然是在高雄中油廠區內 你們會去檢查櫃子裡面有沒有酒嗎 一般來講我們是會做書面檢查 然後到現場去看設備 所以這個置物櫃有些是屬於私人的領域空間 另一邊更看到櫃子裡擺放兩瓶高粱酒 上面寫著RDSC RDS就是中油大林廠 第三中油脫流工廠 中油大林廠還因為去年爆炸意外 被掛上草人人命牽場的抗議部條 現在又被爆出 裡面工作人員帶酒進去喝 附近居民不可置信 這好像喝少許啦 這也不可以進去 反傳第一啦 真的太離譜了啦 真的我覺得說真的 他們需要好好的管理整頓一下 中油的管理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怎麼會讓酒類偷渡進入場區 甚至還開喝 實際觀察 只要有工作證 就能直接從警衛室通行 進入這管制區的二道門 車輛一定要裝滅焰器 金屬安檢 煙跟大火機都不能帶 照片派到的地方 疑似是員工休息室 中油工作人員被拍到疑似在場區休息室裡面喝酒 雖然非操作吉他區域 但依規定也不能喝 喝的時間是上班還是下班 管理上的問題飽受批評 三順之偉打鼓不先 高雄報導 中油大林溺油廠第三 中油加輕脫流工廠事故說明會上自救會成員叫罵 中油高層主管站著向在場居民道歉 深深三鞠躬 時間回到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號深夜 中油爆炸了爆炸了 溺焰沖天加上爆炸聲驚醒當地居民 爆炸聲不斷傳來居民徹夜未眠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號重大公安意外發生原因 委託第三方調查 將近半年後上個月出爐 起火原因以一三零零四之一出口疾管箱破裂 造成高溫高壓 氫氣外洩導致引燃氫氣造成爆炸 最有可能對照焊接處一三零零四之一出口疾管箱 與其他相比焊接處呈現K字型 和要求呈現斜角狀完全不同 出現人為疏失 千村案持續進行 沒完全抵定前 當地居民多次要求中油大林廠總體檢 不止硬體設備得確保安全無餘 員工素質及上工狀態也遭居民全面檢視 三地新聞土耳熊 溫玉文高雄報導